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身材线条流畅 比例匀称 堪称完美 每一次演出 她都能以精湛的舞技和迷人的台风让观众未知疯狂 而在日常生活中 她的随和个性更是让人倍感亲切 王心灵的音乐作品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们的喜爱 她的歌声甜美动人 歌曲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 每一首歌曲都如同一种魔法 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 让人们在歌声中找到共鸣和力量 除了音乐和表演 王心灵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贡献 她的善举不仅得到了粉丝们的赞赏 也赢得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王心灵的走红并非偶然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尊重 她的成功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 更是对那些努力追求梦想的人们的鼓舞和激励 总的来说 王心灵以其心善人美的形象 成为了全网宅男们的偶像 她的才华和魅力让人为之倾倒 而她的努力和奉献更让人为之感动 我们期待着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作品 上一年 登上浪节舞台的王心灵 凭借一首《爱你》再次爆红出圈 而王心灵的这次翻红 也让许多新生代的年轻人了解 到被誉为甜心教主王心灵究竟有着多么可怕的影响力 但是在大众的认知中 王心灵已经很久都没有消息 和当年的四大教主中的其他三人 王心灵明显落后了很多 从事业顶盛期 到一夜之间无人问津 如果不是当初王心灵恋爱脑上头 她也不会被绯闻纠缠了十几年 初恋未果 长相可爱 清垂元气的甜心教主王心灵 带给人的感觉永远是积极向上的活力 每当听到她的歌曲 自己的心情也会止不住地好起来 可就是这样带给听众快乐的一个女孩子 她的原生家庭其实过得并不幸福 王心灵出生在宝岛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 作为家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 父母对她也是极尽宠爱 她的童年在无忧无虑之中就过去了 可是随着弟弟的到来 加重了原本就繁重的家庭开支 已经开始懂事的王心灵发现父母开始频繁吵架 每次他们争吵都让王心灵感到害怕 父母的争吵日益家具 完全没有家的样子 最后父母毫不意外地离了婚 王心灵和弟弟都跟着母亲的生活 已经不再年轻的母亲只能达好几份工才能勉强养活三人 懂事的王心灵在功课上愈发用功 只想考个好大学 减轻母亲的负担 后来 王心灵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台湾有名的华钢艺校 这个学校出了不少明星 可以说进了这个学校 差不多一只脚就已经迈入了娱乐圈 处于青春期的王心灵 进入学校后 也难免生出了谈恋爱心思 正巧他遇上了欧定心 可是王心灵并不知道 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男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 王心灵和欧定心在一起没有两个月 这段恋情就以南方的出轨告终 其实人生还没遇到几个渣 但是欧定心在两人分手之后 还出来到游的这种行为就比较无耻了 欧定心发文说 王心灵当初以自杀要挟欧定心 不想两人分手 当时的王心灵还没什么名气 并且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段恋情 所以大家都把欧定心当成跳梁小丑来看 事业爆红 恋爱不停 或许是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王心灵在毕业之后就被导演张作记相中 邀请他参演了《车正在追》这部作品 这对于初出忙碌的王心灵来说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但是也就是在这部剧中 王心灵认识了同在一个剧组的范直伟 由于从小缺少父爱的缘故 王心灵的内心一直渴望有个人可以来爱他 当时的范直伟对王心灵体贴入微 温柔细心 这让王心灵感受了被人爱着的感觉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王心灵一头扎进了恋爱中 但是对于范直伟来说 追求女孩不过是和喝水一样稀松平常的事 范直伟王位的态度 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那时的王心灵还没大火 所以范直伟非常懂得拿捏人心 即使范直伟在被发现出轨之后 说了一番好话 就成功让王心灵心软 王心灵虽然有些恋爱闹 但是他对自己的事业还是非常上心的 不久之后 王心灵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被当时想要进军中国台湾音乐市场的 阿卫斯唱片看中 在正式签约之后 阿卫斯唱片为王心灵制作 发行了一系列的专辑 其中第二张专辑爱你 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让王心灵一炮而红 公司看到王心灵如此成功 于是为他树立了甜妹人设 此后发行的月光 哈尼等专辑 直接让王心灵容登甜心教主的宝座 已经爆红的王心灵 认识到了更多更优秀的男生之后 也没有想过和出轨男分手 俗话说出轨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范直伟明显是不会静下心来过日子的人 和王心灵在一起的第六个年头 范直伟再次出轨了 让人惊讶的是 范直伟出轨的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生 这让王心灵再也无法忍受 他不敢相信 一个已经二三十岁的男人 怎么舍得对一个十五岁的女生下手 王心灵经过这件事之后 深刻地意识到 范直伟并不是可以相守一生的良人 于是他直接和渣男痛快分了手 不得不说 王心灵有些吸扎铁肢在身上 范直伟在和王心灵分手五年之后 突然把自己和王心灵的私密照放在了网络上 这无疑让王心灵塑造的清纯可爱形象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最关键的是 范直伟竟然在采访中 说当时17岁的王心灵和他在一起时 并不是第一次 这种劲爆的消息 立马吸引来了同样被赐过王心灵的欧定心 欧定心发文说 他和王心灵只是纯纯的爱 并不存在什么未成年的违法行为 两个人你来我往 但是最受影响的却是王心灵 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明显是范直伟背后坐腰 比起私密照背报 大家更加心疼王心灵本人 但是他的事业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原本以为王心灵经过这件事之后 挑男人的眼光会好一些 没想到第三个男人还是一个渣 王心灵的第三人 就是让他背上小三骂名的姚元浩 当时的姚元浩和台湾第二美女隋唐相恋多年 是台语的一对模范情侣 可是就在两人相恋第八年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了王心灵和姚元浩同游海边的画面 尽管王心灵在后来开了发布会 例证自己不是小三 可是隋唐的一句 我的心真的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再一笔一笔地搁着 直接坐实了王心灵小三的事实 后来姚元浩和隋唐分手之后 王心灵直接官宣了和姚元浩的恋情 但是姚元浩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没错 相恋四年 分手之后姚元浩也出来被赐家道游了 他直接把两人的私密照放到了网上 这让许多网友表示无法接受 毕竟谁接受得了自己的清纯女神 被渣男三方五次地放私密照 这次王心灵的事业受到了全面性的打击 各种娱乐风波都指向了王心灵 遭受情感背叛 事业打击的王心灵就这样被迫沉寂了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 曾经红极一时的王心灵一沉寂就是十年 直到2022年才终于再次翻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i娱乐 敬请关注哦 先查看 一看 那很多眼睛 一块 一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